故事 劇本SAR其實是活動動作 大家需要根據劇本去演繹他的角色 找方的真空 或者是還原真相 可能是爭取家產 或是找兇手 或是你是誰 都有不同的玩法 一開始上去香港開這個體驗館的最主原因 香港那時因為疫情找不到地方去玩 然後就上網去看台灣的Youtuber 就發現原來有這件事玩的 我們需要由投入角色之後穿起這套衣服 然後我們在討論房討論的時候 突然間MC會叫你出去 然後就要走到另一間黑房 叫你在裡面拿一張證據卡 拿證據卡的時候就會有些NPC的同事 會突然嚇你 然後我們就在香港他有沒有可以玩這件事 跟我們玩的時候 即是跟我們推薦一個小落差 在香港玩好像比較悶 沒有了我們最初期望 會玩到一人嚇我們 其實我們可以令到這件事 會投入在香港很多元素去玩到這件事 另外兩位partner就說 你們的idea好像挺好 不如我們試一下去搞 因為最初做一盤生意 我們沒有一個很大的成本 請來幫我們做 我們所謂Poxy 甚至可能見到我們旁邊的 呼籠骨頭這些 上面的血布 都是我們自己買的沙寶 用一些紅色染料去驗出來 我們其實這裏實際是5月1日正式開張 是4月23日左右 然後才能收到牆 連同砌我們用了一個禮拜時間 我們公司幾位partner 總共投入了六位數字 到今天為止 你已經是做到收支平衡 接下來我們也將現在收支平衡的錢 拿到部分國去旺角度 開了旺角分店 我們想做到的感覺是 我們的同事 或者我們自己進去大遊戲的時候 我們給人的感覺是 我們都是那個劇本裏面的一份子 我們想令到這個遊戲 可能令到香港人有更多娛樂性 我們不可以完全推動同學去做這件事 但起碼就是我們做完這件事之後 希望大家都可以令到同學 加入更多不同的元素 這件事 Cuz